交点五十九 连锁与互换 果蝇的双性状杂交实验 果蝇的正常刺大V对残刺小V为显性 灰身大B对黑身小B为显性 Morgan选取正常刺灰身大V大V大B大B 与残刺黑身小V小V小B小B的纯皮细果蝇为氢带 杂交后产生的第一子带皆为正常刺灰身大V小V大B小B 再以F1的个体互相交配 产生的第二子带F2虽然有正常刺灰身 残刺黑身正常刺黑身 残刺灰身四种表现型 但是比例却与根据独立分配率所预测的 9比3比3比1不符 Morgan分析了果蝇双性状杂交的实验结果 第一子带F1皆为显性表征的个体 此结果与梦的实验结果是一致的 但是F1互相交配所产生的F2 表征比例却不符合独立分配率的预测 第一子带F1的视焦实验 Morgan将第一子带F1的个体大V小V大B小B 与残刺黑身小V小V小V小B的果蝇进行视焦实验 结果第二子带F2虽然也出现四种表现型 但是比例却为5比5比1比1 也不符合根据独立分配率所推测的1比1比1比1 Morgan的推论连锁与互换 以异形核子个体进行视焦 所产生的表现型比例为5比5比1比1的结果 是倾待生殖细胞进行减速分裂产生配置时 控制不同形状的基因连锁 但又同时发生同源染色体互换的结果 控制果蝇翅板形状的等位基因 与控制体色的等位基因 两者可能位于同一条染色体 因为第一子带F1大V小V大B小B的清带 为大V大V大B大D 与小V小V小B小B 所以第一子带大V与大B两个等位基因 位于同一条染色体 而小V与小B两个等位基因 则另外位于另一条染色体 在解数分裂形成配置时 位于同一条染色体的等位基因 会分配至同一配置内 这个现象称为连锁 这一群位于同一条染色体的等位基因 则称为连锁群 连锁群指的是基因种类的集合 故同源染色体可视为同一个连锁群 在减速分裂1的前期 同源染色体会连绘形成四分体 此时两个同源染色体的染色分体 可能在相对应的部位发生断裂 彼此互换断裂的片段 并重新结合断裂处 这种现象称为互换 染色体发生互换后 会使原本连锁的基因分开 使得同一条染色体的基因组合可能发生改变 造成基因重组 减速分裂时 并非所有生殖母细胞都会发生互换 而且发生互换的生殖母细胞所产生的配置 其中仍有一半的比例是基因连锁的配置 因此经过互换产生的基因重组配置比例较少 而基因连锁的配置比例较多 Morgan的贡献 根据Morgan的推论 染色体发生互换时 等位基因也发生了互换 可知基因是位于染色体 再次为遗传的染色体学说提供确切的证据 并且同时验证了一对染色体 具有一对以上的基因的推论 后续科学家的实验 也都支持基因位于染色体的推论 因此遗传的染色体学说得确立 染色体的研究也在20世纪成为热门的研究 开启了分子生物学的时代 互换的物理证据 20世纪初细胞学家与解数分裂过程 观察到染色体交叉的现象 染色体交叉为互换的物理证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